有怪獸的家長 怪獸的家長 都挺怪獸的 怎麼怪獸呢 好像現在的個案 不知道是不是有學卷制 那些家長可以提供了多些資源 給他們小朋友 所以跟他們報很多興趣班 這個時候來這裡 這個時候來那個中央 還有一些家長 早上讀一間學校 下午讀一間學校 我們有一個個案 不過我都認同這個點 他早上讀國際 下午希望他讀多多中文 所以就來我們學校 其實小朋友是很辛苦的 因為那幾歲大的小朋友 你叫他坐定定 他是可以坐定定的 但他坐定定他都要聽東西的 所以根本是吸收不到什麼 只是你搞得他很勞累 這個時候回到中央 這個時候回到中央 和他要適應力很強 來到這個機構的規律是很正規的 那間可能是很free的 他要適應這些模式 其實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在這些能力方面 他們真是很難處理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怪獸的家長 他們真的變成怪獸家長 在這個情形之下 其實他們所要做就是 我寧願不要在家裡 讓他中央好過 就算是飛鴻抽 飛鴻不會幫他很多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小朋友 他要休息的時間有多少小時 所以我希望 這些怪獸家長 要懂得多想一些 有時候變成反效果 所以有時候覺得 變成情緒病 很多就因應這些東西走出來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